你是天阳玄机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的纹理啊 是纹路纵横交错 形成这种大型的三角纹 并且有这个四方财库 那么这种成为财库 财库呢就是代表着财富 就等待你去挖掘 这是命中注定的财富 性线 性线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结婚线 结婚线三条 并且长短不一 在婚姻上容易有一些 这个波折和磨难啊 负生命线 负生命线就是贵人纹 贵人纹是很容易得到贵人帮助 环心带啊 金心带 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吉利的符号 那么这个看呢 就是感情线非常的清晰啊 感情方面会比较这个顺利啊 这个三大主线来看呢 主要是这个感情线非常的清晰深刻 而且长度也够 没有太大的波折 在感情线 感情方面是比较这个 比较顺利的啊 这个你看 M字纹 而且呢 事业线非常的笔直清晰深长 那么未来的事业发展是非常的不错啊 前途很光明 是智慧线很长 而且平滑向下 智商比较高啊 情商也很好 能力很强 人缘也不错啊 人缘也不错 通常这种人呢是人缘非常好 那么再加上感情线呢 感情线其实其他地方都不错啊 就是尾端呢 有一些这个分叉 有一些分叉 所以说在感情方面呢 在这个年龄阶段 也就是在周年之后啊 有一些小的矛盾啊 这个注意克服啊就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呢 人的心性啊 也比较成熟稳定的啊 好了 有关这个手下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